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一直以来西马半岛东海岸的经济发展远落后于西海岸 那甚至在一些人的印象当中 东海岸只有甘榜 海浪和沙滩 2017年时任首相纳吉领导的国际政府 宣布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与中国交建共建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 以篡联半岛东西海岸 带动东海岸州属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 然而东铁的命运却随着我国政权的更迭一搏三折 东铁工程现在到底进行到哪个阶段了呢 八点自治报特别约访交通部长陆兆福 实地视察东铁项目最具挑战性的云顶隧道路段挖掘工程 那稍有留意东铁计划的人都知道 从国阵西盟到国盟三个朝代 东铁就改了三条路线 一路也让不少的投资者还有人民担心说 团结政府上台之后会不会再修改 出台自己的东铁4.0路线呢 东铁计划一开始也遭到一些政治人物 还有经济学家的反对 认为不切实际最后只会沦为白项工程 那交通部长陆兆福实地视察 东铁工程受访时就强调 经过多次和中国谈判之后 东铁造价已经比原定那级时代的1.0路线 减少了110亿令吉 因此不会再对东铁路线做出任何太大的耕动了 以避免影响施工还有竣工的进度 更何况任何的耕动都会涉及违约赔偿 也会打击投资者对大马的信心与观感 而团结政府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东铁能够按时完工 并且在2027年1月1号正式通车 然而回望东铁停工协商再重启走走停停 改了再改的命运 那陆兆福坦言2018年新门政府上台之后 要求更改东铁路线最大的考量点 就是要降低东铁的造价 尽可能把东铁路线隧道开挖的那个数量给减少 而未处于地利旺沙山脉的云顶隧道 虽然它在经济效益上有着它的关键意义 但却因为施工难度大 路线长 造价成本相当高 所以当时呢 云顶隧道打不打挖不挖 也一度成为了东铁一再修改的争议性路段 八点四日报跟随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视察脚部 制作了一连三集东铁型系列专题报道 和大家一起走进这条 一旦打通之后 将会成为东南亚最长隧道的云顶隧道施工现场 和大家一起了解这条整个工程当中 最长最贵也最艰难的云顶隧道 它的施工进度挑战与突破 同时也会深入隧道里头 和大家一起强先窥探隧道里头的绝境实况 那专题系列的最后一集 我们将会综合财经和经济分析师的看法 来探讨东铁建成之后 是否真的能够加速催化我国 特别是东海岸州属的经济发展 来看我和记者叶佳乐 郑志安的专题报道 因为你来师弟看的时候 更加了解那个情况 可以说是第一次给媒体进到去采访 挑战性最高的部分就是在云顶隧道 我们都是用他们的命来赚那个钱的 就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州属 可以用这个铁路把出产的货 载到港口 路通了 什么都通 所以在中国有一句话说 要致富先收入 部长来工地视察 通常是视察一些什么 你们都会做什么 主要就是第一 要了解他们的进展如何 到哪一个阶段 因为你来师弟看的时候 你更加了解那个情况 所以在国会如果有人问的时候 你考不到我吗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只有到工地实地视察 才更能了解施工的情况 全长665公里 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建成之后 将会串联半岛东海岸城镇 和西海岸的经济中心 那到时半岛东西海岸地区的经济发展 将起到互补的效应 八点自日报跟着交通部长陆兆福的 视察脚步来到了 地地望沙深内深脚下的 云顶隧道施工现场 整个东铁的这个项目呢 最挑战性最高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云顶隧道 云顶隧道也是整个工程 最贵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 我们的这个地地望是range 所以你要从东海岸 去到西海岸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range的 云顶隧道是最长的隧道 整个工程600多公里呢 很多隧道呢都是很短 可能一公里两公里 你坐过火车你都知道嘛 有时候你经过隧道 你就是黑暗暗的 可能一分钟你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隧道呢是十多公里 以后那个火车经过的时候呢 最早也是要几分钟 云顶隧道是东铁计划的 咽喉工程 全长16.39公里 建成之后不止能够打通 五级兵仪地区 地地望沙山脉 贯圈彭亨河雪州 还会打破几路 成为东南亚最长隧道 然而最长隧道的建设 也是东铁计划最艰难 最昂贵的路段 由于云顶隧道 位于地地望沙山脉的雨林之中 植被茂密 地形复杂 再加上有许多不良地质段 山体存在着大量的断层线 和绿泥石岩带 容易造成坍塌和沉洞不稳 是典型的超大 超长超难工程 为了打通云顶隧道 承包商中国交建 针对云顶隧道特有的地质条件 量身打造了两台最道绝境机 TBM 这也是目前中国出口海外最大 最先进的敞开式应延绝境机 更是东南亚最大的铁路建设设备 在中国为云顶隧道特制的 两台最道绝境机 TBM由海陆从中国运往我国巴胜港 在翻越崇山峻岭 到达隧道施工现场组装 设备组装完成之后 总长超过260米 重达1600吨 目前就像是一条巨龙 潜伏在云顶山脚下 展开整个东铁工程当中 最艰巨的任务 那站在山外 无法看见它的庐山真面目 只能够透过模型 了解它的机身结构 相较起东铁其他隧道 所使用的传统钻道法 云顶隧道是唯一一个 使用TBM开挖的东铁隧道 除了可以更快速地 搭通这条东南亚最长隧道 TBM还能最大程度地 减少隧道开挖 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那整个工程的规划原则 是尽可能地守护这个路段的 青山绿水 整个对C道里的整个情况 我们通过这里能够实时监控 比如像坍塌 泳水 我们能及时通过这里监控 然后做出相应对的处置 中间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我们接入中交集团 也就是接入到北京 这块监控中心的 如果说我们这边 然后有什么参数一场 就是说我们国内 也会给我们及时发送预警信息 云顶隧道被形容为 是东铁计划的 全线控制性工程 也就是说 这条最长 最贵 也最艰难的云顶隧道 什么时候能够贯通 都紧紧牵动 并且决定着 东铁的竣工和启用时间 上一次我们来 我们邀请记者来 媒体来都是去到 看到一点点而已 但是完全没有进到 最里面的那个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隧道 它长达是十多公里的 但是现在已经开到差不多五六公里 所以现在我们是去到最近那边的 最靠近那个 那个machine那边 所以这一次是可以说是第一次 给媒体进到去采访 跟随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视察脚步 八点自日报采访团队搭乘近动机车 深入到东铁云顶隧道目前挖掘工程 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最深处 那明天东铁型的系列专题报道 我们将会透过镜头和大家一起抢先归弹 隧道绝境机 TBM的大脑 也就是TBM的操作中心 以及隧道里头的施工情况 那穿梭隧道只是需要几分钟 但是隧道的挖掘工程 可是好多年的工程 到底这一条东南亚最长 而且挑战性最高的隧道开挖 需要多少的人力 隧道内的工作环境 又是多么的危险恶劣 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施工坍塌意外 隧道内又有怎样的安全措施 和逃难防范措施呢 记得留守明天的专题报道